大家好,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和大家看一個趣聞。 大陸有一個道士收到人差月邀請去他家睇風水濃月。 怎知老公回到家道長, 嚇到躲在床下底,到底件事是怎樣呢? 大陸媒體報道,這位道長受到客戶人妻邀請, 去到對方家睇風水,一邊直播一邊講解時, 人妻老公突然回來, 人妻立刻指揮道長,躲去床下底, 由道長鏡頭可以看到視角在床下底, 除了拍到自己縮一塊外, 亦拍到人妻和老公那一雙腳。 原來人妻老公不信風水, 厚憎看到道士這類人, 人妻好害怕老公生氣, 所以才叫道長趕快躲起來。 最後,結果這個道長仍然被人發現, 更加被人用煙灰缸噴出門口。 事發之後, 道長把影片發到上網, 還有一張疑似人妻道歉的對話截圖流出, 這個人妻首先提到, 對不起道長, 我不知道老公會突然回來, 主要是以前自己經常被人欺騙, 所以他才會覺得你是騙子, 好自責, 然後跟他說, 你先去酒店吧, 我稍後來找你, 跟著道長應該都害怕了, 道長說我想高速開車, 不談, 應該是被他嚇怕了, 不過道長出門之前, 是否沒有問一下事, 問一下事的話, 可能上到去一測出來大空, 就不會上去看風水了, 這一種叫做幫人看, 自己不會幫自己看了, 當然啦, 這些情況, 如果他不是開著直播的話, 基本上有機會是會被人當成是偷情的, 你想一下, 好地地, 這樣躲在床下底, 會是些什麼人呀? 那當然就是偷情呀, 捉姦在床那些才會躲在床下底啦, 那他算好彩的啦, 人家拿煙灰缸攀他出門口, 不是打他一鍋, 他算還得神的啦, 好啦,那這集和大家看到這裏先啦, 大家有什麼想說, 下面留言啦, 我們下集見啦, 拜拜!